今年也50了 我想趁现在就有精力 多出去走走 可是呢 他总觉得我现在不顾家 想让我跟着他一起去闺一家 可是孩子们 有孩子们的生活 我怕去了以后 打搅孩子们的生活 给孩子们造成负担 我希望嘉宾老师 多帮我劝劝他 多来家里待在 多去孩子那儿看看 这是一个要阻止妻子 去看世界梦想的男人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霍先生 52岁来自石家庄保安 女嘉宾刘女士 50岁来自石家庄无业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得有 30年了 30年了 对 20岁就嫁给他了 今天来您是想请嘉宾老师 帮你劝劝夫人是吧 对 劝夫人什么呢 让他顾顾家 我们一块去女儿那儿 常住住 这女儿出嫁了是吧 对对对 还要去女儿那儿常住住 先说说吧 女儿出嫁前怎么样啊 我们挺幸福的 怎么个幸福法啊 你比方说吧 她在家就说是 一切的就是家务啊 洗衣做饭啊 什么事都是她干 什么都是 你别管了我来吧 就是她嘴边的话就说是 从结婚开始就这样 对 坚持了30年啊 对 这样有福气啊 是 父亲应该跟女儿的关系 特别好对吧 对 所以想去女儿那儿住 是不是 对 女儿你带得多 还是夫人带得多呀 我带得多 那您这不对了 这洗衣做饭 带孩子也给她带啊 她喜欢妈 所以她就带外 因为她喜欢 所以她就带 真是打小不管吗 对 那您在家里管什么呢 管玩 三十多年在家里 没吃过苦 没有 是觉得特幸福吗 相当幸福 你在家里管钱吗 不管 那你管啥呀 我什么都不管 老公你管不 不用管 特自觉 我绝对放心 对 那你是怎么做到 三十年如一日的 让老公就这么 死心大地地对你的呢 我觉得这是他的本性吧 反正搞对象的时候 我就觉得 我要嫁给一个 就是说有责任心 对我好的人 那你觉得你是运气好啊 还是眼光好啊 一下就找了 运气好吧 没觉得苦吧您 没觉得苦 觉得累吗 不累 三十年过来 就接着挺老婆的呗 我看你两个人 都享受这个干嘛 现在又 现在是问题 出现在哪儿了 我不是有个外孙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呀 没了事了 就是长期在那儿住住 零零孩子 享受享受天生之乐 挺好的事 他老是出去玩去逛街去 要不就是给他的朋友 去那个唱歌去 打牌去 唱头啊美中啊 就有点不顾正业 不是您的正业是给孩子带孩子 是这意思吧 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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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